蓝白合作15号达成了六点共识 其中两党会组成这个竞选委员会 全力辅选总统以及蓝白的区域立委 戴着超Q的米奇手套 可文哲美美和美兰勤白配奥 不受蓝白协商 结果影响话语中都是对哥哥的力挺 只要你有心你愿意奉献这个国家 我相信全民都知道 但15号的协商共识 一度让民众党基层不谅解 其中协商内容表示 两党要全力辅选推荐的立委候选人 引发各界议论 因为蓝白现在有重叠提名七个选区 但双方都纷纷表态绝不退选 中和选情竞争激烈 绿蓝白撒卡都互不相让 以兰选区被认为有机会翻盘 但民众党强棒 现任立委陈晚辉 与国民党参选黄真廷 匪律分裂 像我自己在宜兰也是这样子 我想我会参选到底 争取地方 就是认同我们的这个理念的 相关的一个选民 曾宁是国民党提名的宜兰县立委候选人 直到选举的最后一刻 台北市文山选区 则是由国民党先任立委赖世保 决战也是民众党现任不分区立委张其露 我们也就是交给民众来选择 我们也就是一个兄弟登山 这个良性竞争 然后各自努力 那如果都给他一起 那这个蒙神都也是很善意 用这样子来交换 每个选区 国民党想用不分区换取区立委名额 到底该怎么整合才有赢的赦算 立委陈玉珍给出解套 蓝银想识出善意 劝退白银立委参选人 就看民众买不买单 但如果不整合 到最后母鸡该帮哪位小鸡站台 恐怕成了一大难题 这下君臣张凯琳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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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